決議南縣把它詳細就去瞭解就可以知道 決議南縣吳市長花了三年的時間 才把綜合規劃送出去 送出去之後透過公文書的往來的內容就可以看得到 中央的審查委員希望他對於車站變更之後 到底為什麼會周邊的土地都是特定人人 請他做說明 他沒有辦法說明 資金沒有說明 然後為什麼改了路線要多三百多億 那錢從哪裡來 市長資金也沒有回覆 所以我一直講過說不是交券就一定會及格 你三個月 你花了三年才把答案寫好是交券 可是交券完之後 內容 老師要你改的內容 你也不回答 你也不更改 然後這樣逼老師說一定要給你及格 那這個沒有辦法解決啊 就算你及格 你錢要去哪裡 還是不能蓋 還是不能動工啊 所以這是理性不是這麼討論啊 這個不是口水 海中市民等待的是捷運南線趕快動 趕快動夠了 市民等太久了 老熊市捷運黃線本來在我們的後面 那個韓國瑜市長一年就送出去 綜合規劃 那為什麼我不要說這麼討論 所以我想這個不需要去口水 這個大家能盡量把它分析 做了解 就可以知道說 欸 海中市真的不一樣嗎 真的沒有辦法能進步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清楚的一個市政策 在那邊 海中市民的地方 我會說有一個市政策 你會說有一個市政策 我會說有一個市政策 我會說有一個市政策 那些市政策